在人為環境的開發下 原先我們期待能建構更好的環境品質 然而人定難以勝天 人類對自然做的任何改變 都會影響自然系統的平衡 例如水循環的失調 為了避免河道變遷 我們增加了護岸設施 少了自然的阻力 河道原先漫流的水流加速流至下游 若大雨又逢漲潮 上游下來的水來得又快又急 河口又無法排水 造成了內水無法排出外水的現象 另一個例子是環境的高溫現象 其中包含了持續高溫及溫度極端化 兩者都是因工業發展後 大量排放溫室氣體 破壞臭氧 使日照的直射增加所致 此外溫室氣體的增加促使地球持續增溫 高溫的增加造成對流的擾動 影響降雨形態 形成暴雨的週期縮短 數量增多 上述都是人為發展之下 所導致的環境問題 帶來了治災性的暴雨 寒流暖冬等 原先十年才會發生一次的現象 如今時時刻刻影響著人類生活 我們這個地天主要就是我們冰海USR計畫裡面的場域 那從最遠的地方可以看到 紅色的部分的話就是北門區 那藍色的框線的部分就是獎金區 那黃色的框線的部分就是七谷區 這小方塊裡面代表的是說 我們在這個場域裡面發現了哪些議題 那舉例而言 三谷區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發現說 在三谷區因為含害的關係 虱目魚會死掉 那我們就讓學生去發現說 有哪些策略可以來去降低含害來的衝擊 然後讓虱目魚可以在 不要太多人為環境的影響之下持續地生長 透過衛星影像 我們可以看到1988年至2018年間 沙洲逐年的變化 就是說上游有沙量不足 所以因為變成下游 這個沙就開始侵蝕了 那成大也有非常大的一個 有點像縮尺的一個水工的這個試驗 那經過這樣子的這個模擬 甚至是要做一些驗證 那成大可以去做出更多更不一樣的這個成果 這是我們水潮照浪的結果 可以很明顯看到 在照浪結束以後呢 它的沙洲有明顯的變少的趨勢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讓小朋友有一個很印象深刻的模型 讓他可以發現到 大自然的環境是會隨著海洋的變化有所變化 溫室過高的情況下 蘆筍生長會比較偏向休眠狀態 它產量會非常少 第二 蘆筍原本 自當的溫度長起來是很細嫩的 但是溫度如果只要提高 它就纖維會相對也會提高 所以變得很硬 然後口感會不佳 透過我們USR的計畫 可以幫清農做一個溫室環境的改善 它必須要是一個非常低成本的架構 讓清農能夠很安心得到溫室環境改善 增加它的收入 我們還希望說 透過這樣子的改善 它可以推廣到整個將軍區 那整個將軍區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技術 來改良它們的收入跟經濟環境 台南的西湖的面積有逐漸變小的趨勢 那間接著也會影響到我們西湖 科農養殖的空間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 單體牡蠣養殖的方式 創造單位面積內 牡蠣的產量 那這個傳統的養殖方式 長太大它就自己會掉落 所以它不可能長得太大 通常都小於10塊份 單體牡蠣就是它就一個一個把它剝開了 然後放在籃子裡面續養 所以它就是可以讓它不用去競爭空間 才可以快地長大 那空間也足夠才能讓它長得夠大 然後就可以擴展單體牡蠣的市場 這就是我們用籃子續養之後的單體牡蠣 它就可以長到10公分的大小 這個活動有結合兩個特色 第一個是跨平台跨領域的結合 成功大學和三股社區三股國小 去做一個跨領域的一個活動營的安排 那第二個是知識的轉譯 在大學的知識可能是非常的深奧 但不容易理解 那我們透過比較簡單的方式跟教具 讓同學們可以理解 那這樣的過程不只是來強化了兒童的認知 那也翻轉了成功大學的教育 也就是老師們跟學生就知道 怎麼樣去做一個教材教具的這個呈現 比較讓一般的民眾 還有小朋友容易理解 那這一次我們成大的一個 因配團隊把小孩子 他的知識 我們對於冰台的一些知識 還有我們現在面臨的一些環境的一些危機 那透過一個比較活動式的一個方式 讓孩子深刻的能夠體驗 那我想對於小孩子未來 在行動的展現上面 會有很大的一個 種下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種子 也就是說我們慢慢的形成一個社群 開始對針對我們大學 對外面的一些城鄉的社會責任 開始做我們引進的 非常鼓勵老師盡量走出去 那走出去也把我們專業帶出去 專業帶出去也把跨域的不同老師也帶出去 那划出去的時候 同時也兼顧專業這件事情 那能不能解決這個real world problem 我們就做我們最好的 心中一樣的那件事情就是 你有真正關懷的土地 人 跟作為一個高等知識分子 因為大家給我們的資源 所受到的教育 所給予的機會去實驗 去觀察 去嘗試 而改變的你自己 而那個你自己 會對很多很多 其他社會的未來 是有意義跟連結的 幸好 讓你擔心 我讓你去中間 誤心 我認可 你不讓我看